这次因为我们这种比较 这个不光是演员吧 就整个行政啊 后台组啊服装组 我们这规模真的非常大 然后所有人都非常 都非常用功 像一些小姑娘她们为了 做那个做那衣服什么的 忙一晚上那几个小姑娘举在一起 一针一线都分出来 真人真人 不仅也是都找好拼命的 大家拼命的帮了一块做都是 所以就是说这方面 真的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这个其他这个戏呢主要就是说 高家门里面 高家门里的三代人 我的这个角色呢就是老太爷 然后我下面呢有几个儿子 下面还有几个孙子 再加上一些女眷啊什么的 然后主要就是说的是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 一个封建主义 和一个新想法的一个冲击 然后我代表的呢就是这种分建主义 非常分建 非常就是 就是我是一家之主 我算了算 然后 其实我在戏里面和孙子这边的交流 并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完全是两派 我就是那个旧的这些观念 他们就是人家新的一些看法 然后这个戏基本上就是出在 因为这两方面没有沟通 然后各走各路制造成这个家庭的 就算是一种破裂吧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悲剧 其实选这么一个剧本 第一是 喜欢他的戏 喜欢他的戏非常有深度 人物非常有深度 第二我们今年演员多 然后我们像挑战一样 这样这样就是多角色的一个大戏 这是最重要的吧 对所有演员也只能用剧院里面最标准的一句话 break a leg 哈哈